如果说我放这颗小米辣 你们还是会吃 真是快乐事 五花肉给的 这东西来一个咕噜咕噜的 其实很熟 老板把我当碗一个 今天我在网上刷到一个 可以吃那种含料自助的 就是我吃过什么日料自助 什么韩国烤肉自助 第一次吃含料自助 今天我们就去撕一哈 我的菜已经先上来了很多 那边厚厚的声音还挺大的 看看原味的炸鸡 好吃 再吃一个甜辣的 看那边汁水 很痛苦呢 我炸鸡趁热吃上面那个酥皮好好吃 有辣味好芝士味 这个是什么味道 这个是芥末来火味 我就觉得它怎么感觉不是芝士味 然后它这种酸口 然后带来芥末的回甜 但是芥末味道很淡 你看好像哦 我这个更辣一点 它里面的肉都很嫩 五花肉必须要配这个蒜板和泡菜一起吃 小种嫩的嫩叶子彩 你们的五花肉泡菜 还配辣椒辣椒粉 看我自己做的 这一口不会太安逸 肥油的味道还比较重 三口吃 最后加个泡菜 这一口给你们吃 今天快乐是五花肉给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价格 两三个人来吃 就刚刚好 我觉得每天的快乐圆圈就是干饭干肉 我最喜欢吃的 最近在减肥吗 因为我拍摄我就想一个方法 就我每天吃饭就只吃拍摄那一顿 下午就不吃 下午就在家逗猫惹狗的那种 然后到晚上快饿的时候 就吃一碗黑色马虎 吃个水果之类的 然后最后在发展之前吃完 最后在撞一集电视剧的呼拉圈 可是在呼拉圈 到底对女生的子宫 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很久以前 就有人说撞呼拉圈撞多了 对女生不好 如果说我放上这个小米辣 你们还是会吃 给老板一个强力接力就是 这个我发现可以 减肥一点 不用那么焦干 这个锅超大 我吃这一份我就已经回本了 这个我也要得特辣 这锅吃的时候有点小心 没看到了 还可以咕嘟了 新疆炒米粉的那种味道 有点像 辣酱 这东西来一个 咕嘶嘶嘶嘶嘶嘶的 芝士爆辣的炒鸡 是不是很爽 它那个芝士玉米的清新甜美 配上那种带有一点淡淡 新疆炒米粉酱的那种 我每次就是去一个餐饮店 然后老板让我给意见 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做自助 因为做自助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流量点 白菜包芝士辣鸡 嗯 炒炒 我每次去烧烤 或者说是去吃火锅 我都要点那种鸡腿肉啊 这种类型的东西 哪怕我去吃一个500块钱的 那种海鲜豆豬 我根本都叫我 不要吃这些五死包这些东西 但是我还是会点鸡肉 鸡肉永远在我心中 有一定分量 主打一个碱汁餐 据说芝士和鸡肉 都是可以单独作为碱汁餐的 说实际上 金针菇也很好吃 因为我吃了一个鸡腿肉 我惊艳了 它那个脆的那种水分口感 白菜也很好吃 我特别喜欢那种蔬菜 又脆又嫩 然后还比较解腻 这个菜单真的 给你们看看啊 所有四个菜不能点上 其他都可以点 这不是一起广告啊 吃个年糕吧 酸果不是吃年糕 但那个味道我觉得年糕还可以 买口芝士一米 和烤鸡肉一起结束 我今天的战斗 我感觉我已经可以 它里面有豆芽粉丝 还有鸡蛋牛肉 它其实他们的规格 都是我以前在这家店 没改名字之前 吃到的一模一样的味道 这个汤好像打包回去 它这个辣度应该是用了 放个辣椒粉 所以它的汤会比较稠 豆芽是脆的口感 然后配上这个 点条绵软的口感 很舒服 它这种汤的味道好熟悉 就特别像 就是火锅底料最后底下 没有油的那个汤 还莫名字 有点让我想回家 我的肥牛好 我这个肥牛 炒得好满 这老板 我把我当碗子 加点辣椒 辣白菜可以配一切东西 看看包肥牛 我一次先吃 他们的那个韩式蘸酱 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和谁 小子 这谁看谁不迷惑 这个就是鸡蛋卷 加番茄酱 应该是 看这个鸡蜜 是有蔬菜在里面的 的确有这样的番茄酱好吃 不然的话就会有点 蛋 也没味 它感觉很像那种 冬天热气腾腾的那种 摊子上边卖的那个 冬天的那绝酱 撒得来点辣椒的 它们的那个辣椒是属于那种 韩式辣椒面 整个有点细 看不看 好容易吃饱啊 我现在都已经有七分饱了 就它一碗面了 有没有人喜欢这种搭配 最后一口 里面有 牛肉 黄瓜 苹果 番茄 辣白菜 调整的冷面 以前真的不离点冷 没什么好吃 那后来慢慢慢慢的 也有的时候会想吃一下它 就是 这是 这是 哇 这大红箭头 好冰 饼饼 就是这一碗冷面的甜筋饼饼 像我每次看韩剧里面 它们都吃得很爽 它这个卤牛肉还挺好吃的 狗蛋死成猥瘦 我自己捂了 不行不行 每个人命 肯定不动我一台 我让你同我的肥油 边补装我边来总结一下 今天吃了这个顿 我好开心哦 因为我昨天八点就开始没吃东西 转回来圈转了四十分钟 为了上镜好看 你们都说我长胖了 中午来吃这么一顿 真的很舒服 我感觉他们家就是适合那种 最好是有两个人或三个人 因为刚刚那个鸡 还有什么面呀 汤啊都是分量很足的 如果多几个人的话 就是三个人的话合适 就可以多吃几样菜 这个是八十人九块九 就是可以随便认吃 除了有四样菜 我们刚刚说的那四样菜不能点 还有就是饮料的话 就是可乐跟雪碧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韩餐自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记得一线三连哦